时尚圈最近掀起了一股政治灾难 为了中国大陆广大的市场 精品业者也低头 中国大陆网友猎物发现 像是美国皮剑精品品牌 这在美国广受中产阶级欢迎的coach 在一款印上国家列表的T恤当中 就出现了香港跟台湾 结果引发了对岸网友的不满 痛批coach是支持港独还有台独 这也让中国的超模刘文 他火速地解除了跟coach的代言关系 代言人只当了短短的18天 对此coach也火速地灭火 发出了官方声明 不止是把官网上的台湾 改成了中国台湾 也声明说强调尊重维护 中国主权还有领土的完整 已经把有重大瑕疵的商品 全面地下架回收 另外像是法国的精品纪凡希也中标 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 能够周游世界 中国超模刘文上个月26号 才风光拿下美国品牌coach的代言 但代言人身份却只短短维持是8天 理由是因为一件T恤 仔细看这件coach和迪士尼合作的T恤 背后密密麻麻一共列举了19个国家 其中也出现了香港和台湾 这让中国网友崩溃 痛批coach是支持港独和台独 品牌碰触到政治敏感神经 让超模刘文或速在微博上发道歉声明 还痛批coach严重伤害了中国民族感情 必须谴责将终止一切代言 眼看中国网友群情激愤 coach不得不火速灭火 不只把官网上台湾改成了中国台湾 微博po文也载明 尊重并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去年就已经把有重大瑕疵的商品 全面下架回收 另外国际精品基范锡同样也因为一件衣服 被迫向中国网友道歉 因为旗下这件T恤同样也把香港和台湾列为国家 就怕火越烧越旺 品牌也发声明强调坚决维护一中原则 而去年拿下基范锡 美妆代言人身份的中国艺人易烊千玺 也随即宣布解除合约 还表示一个中国不容被挑战 中国网友不断猎屋挑战国际品牌的忠诚度 意大利品牌凡赛斯把港澳列为国家也踩到禁忌 代言人杨幂随即解约危机处理 品牌火速将商品下架销毁 更强调热爱中国 碰触到政治敏感神经 这T恤之乱恐怕在时尚圈持续延烧 解中报道